这个国家玻利维亚 昨天降下了暴雨 结果导致河流溃堤 大水猛烈的直冲附近的村庄 造成至少有40个人死亡 好 你看到这个画面呢 蛮可怕的滚滚泥流 不断的从高处往下流 有车子就被卷入河中 受困河道 湍急的大水甚至还蔓延到街道上 那么等大水退去之后 当地政府第一时间派出这些警销人员 来清除淤泥 同时也进行搜救 要寻找目前可能被掩埋的失踪人口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